听到记者问话连安全帽都不脱了 直接头也不回的赶紧往屋里走 欧搞林长青家人即便外出遛狗 但对所有问题都很低调不回应 欧搞林长青所属的超生土木包工业 工厂外头还摆满了施工用的绑膜跟器材 但是它的厂房至今仍大门紧闭 似乎在交保第二天之后刻意回避外界关注 载货用的小货车已经击灰尘杂物堆叠 没人动这回因为疑似帮李逸祥借牌 发现两人关系匪浅 常年有密切合作关系 祝你生日快乐 带着妻儿跳出来给欧搞生日惊喜 李逸祥还簇拥着欧搞吹蜡烛 欧搞儿子林伟仁站在旁边同样笑得很开心 两人交情超过20年 欧搞在当地赫赫有名专包工程 名下有朝生土木包公司 善以低价投标政府工程 公开可查的得标案件 全都是凭最低标得手 回到太鲁阁号事故当天 林长青接到李逸祥电话 赶到事故现场还持续在公聊前交谈 表情一派轻松和剪警约谈 林长青重回现场时 面色凝重戴着口罩 全程不发抑郁态度差很大 而林长青的老婆管房产当包租婆 但地点登记在日程企业社 也是林长青资产 林长青做工程 而她的太太就是有名的包租婆 在东华大学旁边有这一栋学生宿舍 里头65间套房 换算一年租金高达260万 一边包工程 一边包足工 口袋赚满满 但现在检方抽失剥茧 也让欧高的地方势力和资产 曝了光 图对